当我们一直在抱怨海外华人回国难以上青天之时 中国多个驻外使馆携手为大家送上了一针安慰剂 在各驻外使馆官网首页下发的通知中 调整了复华人员健康码申请的要求 这次多项规定都迎来了重大放宽调整 回国难度可以说是直线下降 海外华人回国 终于迎来曙光 我们以中国驻美大使馆官网提供的信息进行解读 这份5月17号刚刚更新的 复华人员行前检测具体安排 总共更新了四项内容 一 取消登机前7天核酸检测 二 取消自我健康监测要求 鼓励自觉行前自我健康监测 三 所有乘客 不论接种灭活疫苗 非灭活疫苗 未接种疫苗 行前48小时内检测均改为双核酸 不再要求任何LGM抗体检测 双核酸中仍需交叉使用不同实验室 其中一次需为登机前24小时内 四 登陆船员取消额外隔离要求 与普通复华人员采取相同的标准 从这四项调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 现如今回国的行前准备工作可以说是层层减负 为此中国驻美使馆也做出了相应的解释 此次调整系对疫情病毒变异特点等多个因素做出的安排 将是疫情形势和境外输出情况动态调整 请你复华人员务必做好行前防护 自觉行前自我健康监测 避免因登机前检测阳性造成滞留或入境后造成输入 当然按照以往经验 外加现如今依旧实施的五个一回国航班计划 每个驻美10-0-1所负责的具体航班时刻 检测机构条件等都有细微的差别 但这种差别仅限于指定的采样检测机构 对应的航班航测的绿码 审批发放等具体实施办法 总体的检测要求没有任何不同 比如美国航空AA-127达拉斯至上海 由驻美10冠审批 达美航空DL-283底特律至上海 由驻芝加哥总领馆审批 DL-287西雅图至上海 由驻旧金山总领馆审批 美国联合航空UA-857旧金山至上海 由驻旧金山总领馆审批 中国国航CA-988 洛杉矶至北京天津 CA-770 洛杉矶至深圳 由驻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南方航空CZ-328洛杉矶至广州 由驻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厦门航空MF-830洛杉矶至厦门 由驻洛杉矶总领馆审批 东方航空MU-588纽约至上海 由驻纽约总领馆审批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以由中国驻美总领馆 所负责的达拉斯回国航线为例 解释说明此次回国申请密码的具体检测办法 依照规定 从达拉斯回国的乘客 仍需到达拉斯指定的采样和检测机构 IAS Bioscience和Real Time Laboratories进行核酸检测 具体检测办法为 1. 登机前48小时内 在达拉斯两家不同的指定检测机构 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其中第二次必须在登机前24小时内完成 如赴华航班6月10日起飞 第一次检测的采样时间为6月8号 9号任意的时间 第二次检测的采样时间 只能为6月9号的任意时间 且需选择与第一次不同的检测机构 2. 登机前12小时内进行抗原检测 需在起飞前一天14点后 在达拉斯一家指定检测机构完成 如赴华航班6月10号起飞 采样时间需为6月9号的14点后 当大家都拿到双核酸阴性检测报告后 连同自己的疫苗接种声明书 或者疫苗卡一起提交 即可申请回国健康码 行规调整后 回国健康码也将采用蓝码与绿码的分类 根据国内要求 全部行前检测结果 向使领馆提交审核的乘客 如何格可获得绿码 凭绿码可登机 部分行前检测结果 向使领馆提交审核的乘客 如何格可获得蓝码 凭蓝码和剩余部分检测结果的原始报告 可登机 具体到美国而言 行前12小时内 抗原检测十分临近登机 不便要求乘客将此检测结果 纳入健康码的提交使领馆审核 所以驻美使领馆将采取蓝码方案 乘客凭蓝码加12小时内抗原检测原始报告 放可登机 好了 以上就是中国驻美使领馆发布的回国检测新规 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 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等等 都发布了简化回国流程的相关公告 这对于全体海外华人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今天的回国检测放宽了 那距离熔断政策的调整还会远吗 再大胆一些 是不是回国的统一隔离政策 也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历史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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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